各位观众、各位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越洋见闻又和大家见面了 让我们一起来领略异国风情 分享越洋跨海的所见所闻 我是主持人查理 今天我要带大家去看看澳大利亚末尔本第二高大桥 玛丽比诺的铁路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天气不错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大桥 这个大桥是建在玛丽比诺的大峡谷上面 据说这里面有很多鱼巷 我在想我们这么度假可以来这里 钓到许多鱼 抓到许多虾 现在有当地人指引我们下到谷底 我们在当地人指引下从大桥的一头下去 然后在大桥的另一头再爬上大桥 我们可以看到西洋从大桥中间穿过 把大桥也振上了一头 把大桥也振上了一层金色 整座这个高架铁桥 微而挺拔 我们来的时候已经是快要傍晚了 我们可以看到西洋从树寸中穿过 在西洋下 大桥非常漂亮 整座大桥非常迷人 到了大桥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铁路只通向远方 望不到尽头 在铁路边上和铁路高架桥平行的高速公路 它依旧非常繁忙 据说这个大桥有长将近四百米 高将近六十米 是墨本和悉尼之间的铁路运输要道 整座大桥是钢结构 这么多年来 我在想 这钢结构怎么就不会生锈腐蚀呢 有人告诉我 造这个大桥的钢不是一般的钢 是叫做奈猴钢 也就是说这个钢也会生锈 但是它生的锈和一般的铁锈不一样 一般的铁锈会脱落 我们走进可以看看那个大桥的钢结构上的那个铁锈 是紧紧的就贴在钢的表面 最后形成了一层保护膜 怪不得大桥这么多年来 尽管生锈 但它不会腐蚀 真的是太迷人了 让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